李强是喜是忧 忧是什么 喜是什么 都要归结于一件事 就是习近平显示出了放权分权的一个迹象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根据彭博社的一篇新闻就提到了 那么习近平正在把手中的权力 分给他的副手 中共的二号人物李强 那根据彭博社的这篇报道 习近平在上任后的头十年中 是以牺牲共产党二号官员的利益为代价 积累了权力 现在他任命了一位他自己值得信赖的忠实拥护者 来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报道提到 这位自毛泽东以来 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其实正在越来越自知的 就是主动的去下放权力 在上周中国国家媒体就披露 中国总理李强将负责监管今年三月成立的这个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一个消息其实一度是让众多的中国时事观察家和分析师们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本以为是李强的上司 习近平自己会接受这项工作 那么习近平因其积累的头衔之多 被称为万事通 这个万事通还是比较好的名字 那么这个不好的名字 比如说什么指南针陈金 这个已经是比较戏谑的说法了 习近平一般会领导着 这个他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中央工作小组 所以说你会在各种各样的中国官方媒体上看到 习近平又为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指明了怎样怎样的一个方向 而这一次打破先例 任命李强为这个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一个负责的主管 是习近平给予他二号人物更多回旋余地的一个最新的例证 现在这个角色是由一个有与他有着共同过去的人来担任的 那回顾过去二十年 在两千年代初 李强就曾在浙江省担任中国领导人的高级助手 而李强自己的上升轨迹 与习近平本人的轨迹也是密切相关 而李强的忠诚 现在来看是得到了回报 在今年九月的时候 李强成为了首位代表中国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中国总理 而习近平则于东道主印度的一些地缘政治分歧缺席了这个会议 在稍早的今年三月 中国领导人还派遣李强参加了这个博鳌亚洲论坛 尽管前几年都是这个习近平自己去参加这个论坛 对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李强的一些轨迹 以及习近平的所谓的分权的迹象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这个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穆兰就认为啊 习近平决定分散他的工作量 这表明啊他信任李强并想测试一下他手下的这位李强作为中国总理的一些能力 不过啊 吴穆兰也提到习近平的授权呢是动态的 这个怎么理解啊 习近平的授权啊都取决于习近平的需求 他自己啊应该是不想亲自参与每一个这个细微大小事件的一个指导 就是说习近平啊他自己本人啊他是不想这么累的 那在习近平的前两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啊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内 中国总理呢是李克强 那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一个经济学家 也被认为是来自这个中共党内 两方势力的一个 一方是团派 另外一方是这个太子党 那习近平和李克强当时啊 分别代表着这两派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么习近平随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将传统上由国务院总理监督的这个政策领域啊 转移到了他自己控制的一些共产党的机关 这包括成立包括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 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会 以及网络安全委员会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习近平其实还是沿着这条道路去前进的 还成立了所谓的这个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负责监管国家的银行保险和证券资产 而另一个机构是这个 这些机构啊 一度在观察家和一些分析师认为啊 都是会习近平 都是习近平自己啊 都是应该会亲自参与啊 亲自指挥的 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么一个 李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呢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的教授 詹金就说 李强被任命领导其中的一个机构 这是表明习近平给了总理更多的政策执行的空间 尤其是在需要专业技术的经济问题上 那么这不一定意味着 李强是拥有最后的决策权 那看来啊 这个综合彭博社现在报道中提到的 提到的这个分析师和观察家 吴木鸾也好 还是张静也好 他们对李强获得的权利啊 都认为是一种动态的 最后决定权也不再李强自己的这么一个看法 那是不过呢 由习近平的盟友来监督这个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如果习李之间的密切关系啊 能带来一个更清晰的沟通 那就能简化这其中的一些行政执行的过程 由于习近平现在是身兼述职啊 那中共官员在采取行动前 那都得等待最高领导人的指示 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中 经常能看到习近平的一些 必须得进行一些微操级的一些动作的指示 那下级的官员地方政府的官员 往往需要等待来自习近平的命令 那才能进行这个一些大手笔的动作 而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紧迫问题 也可能会增加习近平下放权力的必要性 那由于房地产长期低迷 以及这个劳动力市场疲软 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啊 在大流行病退场的坎坷中啊 一直是在挣扎的一个状态 习近平还在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 短短数月之后啊 将我们之前有很大篇幅提到的 秦刚和李尚福啊 突然给撤换掉 那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存在严重的人事问题 那由于上述的这些事物啊 都需要习近平本人的关注 而习近平在2023年还仅离开过中国三次 这也是他上台以来在大流行病之外 一年中出国次数最少的一年 而对于一位在新冠限制边境之前 平均出访次数啊 超过美国总统的领导人来说啊 那习近平过去一年时间中的这个出访数量的 骤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中国领导人有时啊 在海外也会也没有机会 也不会去亲自发表演讲 那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南非的那次金砖活动上 发代为习近平啊做了一番演讲 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个会议中啊 则是亲自发表了演讲 这场会议可能大家都会印象比较的深 因为本来都大家都期待着习近平会亲自到这个 这一场的演讲中啊做出他的一个陈述 但是很遗憾的是由王文涛来进行的代劳 而在11月的前段时间在11月的加利福尼亚举行的这个A派克论坛上 习近平在随后的这个一个向美国友好团体的晚宴上 则是亲自向众多的CEO们发表了一番讲话 不过呢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的一些这个零星的分权 意味着他愿意放弃最终的控制权啊 那即使是在经济事务中 那中国领导人也确保他信任的总理 不拥有唯一的执行权 那么习近平是为指导金融领域党的建设 创建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担任主席 而何立峰呢你也肯定也知道 他是另一位曾在福建省与习近平共事的一个 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 对于这样一个现象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与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一个政治学家 宋文帝就说了习近平啊 他的这个思路或者是他的这个放权的逻辑啊 很可能是会让两个不同的人负责这些机构 以确保领导层之间的制衡 他说鉴于政治啊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是实际上谁真正发号施令啊也不清楚 而这种模糊性意味着习近平将始终扮演着这个在于 扮演着某种调停者或者是最终这个下命令的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也拥有着最终的决定权 那对于彭博社这篇文章啊说习近平啊他实在是抽不开身啊 需要放权给李强 不知道何彬先生怎么看 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有一个啊 核心的一个主题讨论的就是习近平一直在啊 这个收紧权力那最终的 他要做的是啊这个合理的去分发这些权力 而不是一直的将权力啊紧攥在自己的手中 中国是在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 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幅度的一个政治生态 尤其是权力体系的这么一个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我们说啊习近平的谋下做法是动叹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看待中国今天的变化和习近平的变化 也要用动叹的观点来看 原来的固有的一些对中国政府或者权力框架的认知 可能也要产生变化 比如说习近平集权 他是不是最终成为一个至死都不下台的一个忠实的独裁者 还是说他的集权是重新调整 他认为的权力的合理的一个体系 我是比较趁向于第二种 但是第二种的情况 他是不是最终条理去 比较合理的权力架构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看待习近平的这种行为啊 要用动叹的观点来看 不要固定一个角度 好像这就是一定 习近平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经过了中共的政治生态的这个变化 对中国的政治有很深刻的这样一种心理的感受 甚至生活的历程 他们比较容易形成 自以为的对中国政治的这样一种固有的看法 其实我说一切可能都是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间 那么在我看起来 集权走向一定程度的行政的 这种逻输的权力的分解 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状况 但是这并不等于权力会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或者是影响到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权力 中共在毛泽东之后 就是对个人的承办有非常高的警惕 然后权力开始走向这个分散 权力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一种行政权力的互相牵制 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真正在权力运作的时候就很清楚 即算是在民主社会总统 或者是总理 他就有最终的最高的 甚至是唯一的一个行政的一个裁判权力 比如像在美国 你并不是一个国防部长 他就有最终的权力 甚至财政部长他也不一定是有最高权力 几乎所有的那个部长 最终的做出决定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总统 但是中国是一个从毛泽东时代 或者是从封建 或者是传统体制里面 走出的那些人 对这个民主有一种浪漫的 泛化的一种想象 所以对习近平的集中权力 也是基于这些人 对民主和自由的一种认知 认为习近平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而我恰恰相反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间 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发现个人过于权力集中的问题 也是很多很严重 这个严重就是很多事情都要你拍板 你不拍板 这个体制是动不了 所以他必须要重新集合 现在的权力的体系里面的 一个运作的 这么一个体系 有一些部门交给其他人来做 然后自己最终拍板 这种方式 可能是会更好一些 中央金融委员会 这一次由何立峰来具体负责 上面的最高领导 是这个李强 在表面上是给李强 一个考验 实际上也是习近平尝试着 未来重新建立权力体系的 一个部分 实际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最终的 拍板的老板还是习近平 那么这就意味着 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它的重要性就大大加强 我们知道中国这些年 金融体系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对股市 对金融投资 缺换一种多元化 缺换一种基本上的 一个运作的专业性 中国在很多方面有了标准 有了专业性金融体系 还没有建立起来 和中国本身的经济能量 是很不相符合的 那这一次由何立峰 他这么一个信任的人 来担任这个具体的职务 再加上这个李强 再加上习近平自己 我觉得是不是会 对现在的这种 伪名不正的股市 金融市场有一种调整 这个也不仅是股市的问题 也不是单一的金融体系的问题 是中国人的投资 在过去这些年 过分的单一 房地产积累了太多的财富 银行积累了太多的存款 这个都会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下一步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哪一些变化 但是我相信变化是可以预期的 可能会幅度比较大 因为现在流行在市面上的 一般性的这种看法 都是看衰 中国经济今天 比明天是最好的一天 这种看法 已经是影响了中国的 精英分子的基本的思考能力 基本的判断能力 我很少看到有人 对中国的经济 抱有一种乐观的 这么一种期待 非常非常少 哪怕是看好中国的高尖 领域的发展的 这些朋友都认为 即算是高科技发展起来了 那你解决就业问题的能量 远远不如 传统的行业 可能中国就业的危机 还是会长期的存在 中国的房地产 会成为一个死结 中国的经营市场没有希望 或者中国的中小企业 就这么慢慢死掉了 就是一片悲观 一片哀伤 几乎很少有人 愿意来讲一下 中国还是经济有希望的 那么这样一种情绪 就是习近平 可能是面临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重新让大家有某一种希望 因为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种体系 如果他丧失了希望的话 对于个人来讲就是生不如死 对于国家来讲就是长久的威胁 中国现在陷入到某一种情绪的 一种死结之中 感谢何斌先生的这个 对于这篇文章的分享 以及分享他的一些看法 那接下来可能对这个 对于一些比较 中国观察家来说 或者是这个 对于一些时政观察家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又是一条利好的消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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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